大家好,今天是6月6號,星期四 明天是星期五,放假 接着下星期一,是爬龍,算是凍凍凍凍好 今天的市場是升的 不過,升風不太多 暫時表面是低於五成的上升板塊 看看上升的板塊是哪些 一是半導體 昨天半導體已經排名了 現在又排名了 最主要是怎樣? 很早前已經說了一件事 一個星期前已經說 阿爺會出大約三千億左右的錢 去支持半導體行業 很多人就說三千億很少 這件事我是這樣看的 我跟一個人的法育階段來看 二十年前 一個是半導體時 那些企業自己賺不到錢 或者不是那麼多錢 像一個小朋友 他十一歲 十二、三歲的時候 他需要發展 他需要逆吃很多東西 才可以的 後來呢 所以要不是三千億 一定不夠的 可能要三萬億等等 到他後來 他已經長大了 到了二十多歲 三十歲了 他累積到有身家 那些企業都可以賺到錢 有一定的錢 有一定的錢 那阿爺只需要怎樣呢 給少少少的豉油出來 給少少少的豉油出來 以前阿爺需要出一隻雞 那些企業才可以賺到大孫 那現在阿爺就不需要 他出一些薑蔥損 那些企業 被受到阿爺的指引 那些企業才可以賺到大孫 所以現在就不需要賺到三萬億 這個時間是變了 如果你拿到很多很多錢出來 不是不行 那國家的負擔就重了 國家還有很多地方要用錢 是不是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看的 是有一個階段性需要錢的問題 那如果你問我 華為夠不夠錢呢 華為洗鬼你爺爺出錢 給阿爺夠不夠錢呢 洗鬼你爺爺出錢 中芯就不同了 就有些了 因為他還是在經營把拼階段 那阿爺出的錢 以前就是需要支撐華為 又支撐中芯國際 支撐給阿爺 那現在不需要了 只是支撐中芯國際 那是不是需要少少錢呢 是不是 所以當你一說了之後 什麼時候 裏面的半導體 第一行業就擒裝 所以就要先爺爺 他們他們醫院 炒判這個是命主的 這些也是前半導體 這些 yar 1940 years 這些中共最也只聽過 10名之内,但只差一点 10名之内 只有工业与专业服务 比较在班考试中中的 升上去排第四位 就是这样 我们看看 半導体中,中芯国际上升 精英半導体等等 S&P上升 再其次,我们看看 这个是煤炭 煤炭是神华星 中煤狼猿星 易大宗星 燕礦,蓝窝壁 接下来有桂金属 桂金金属是杏能重头的金属榜 升上了 再其次,我们看看工业专业服务的时钟 这些是会试试的 这些是属于请人的平台 现在也开始升了一点 再其次是资讯科技 资讯科技全部都是 跟手机有关的东西都升了 再跟着看看 个别的板块方面 我又要看这里 这里是多于大 55%左右 在这边占了55%左右 这里占了45%左右 在这边占了45%左右 看到这5%左右的板块 这5%左右的板块是什么呢? 由腾讯 和盈福基金等等 我得看这里 这个板块就是什么 前面债升幅不多 0.52% 只有0.52% 中芝国际升6% 这个ור advance的板块也有增加 但是它成交更多 公布均压更多了 雖然升得多6% 但成交相對少 小米也一樣 當然沒有騰訊升得那麼多 雙湯也有升 但成交又少 相對騰訊也少 阿里巴巴是怎樣做呢? 成交又少 升幅又不多 所以就委屈地處在這裏 就是這樣看的 就是這個版 好了 我們再看看 這個是 升幅數 其次方面 上面一直都看到有壓力 上面這一棟 這一棟 這個就是壓力 上面一棟有壓力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要看的就是這樣看 先看一下 今天最高位 最高位是186 今天最高位是1634 今天最高位是1628 今天最高是1628 昨天最高位是1634 即使是原在這裏這個高位 還未超越昨天的高位 即使是還是始於一個代變格局 我們需要這個指數升上去 升上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但要升上去187 也不同於188 今天才好 最好要升到什麼呢? 升到這個位的高度 就是189 18975 即使最低限度要升到188 或者是189 才叫擺脫這個可能還要下跌的趨勢 如果升到189 始終是怎樣呢? 181 就可能向這裏上面推進了 這裏上面推進呢 就是196 196這個水平 196這個水平又是什麼樣的概念呢? 我們看看這裏 若然它能夠去到196的話 去到196 去到196 去到這個位 就是196 196這裏 就即使去到這個位 這個位置就是197 收於196 36 若然它去到這個保利加通道頂 就是與這裏的高位是齊平 就即使是 在整個今年來說 這個 是一個相對的高位 那就 去到今天一月 如果這裏升了高位之後 那就即使是 去到2023年7月 這個高位水平 其實整體來說 我們看到 是在做一個 有些人稱為杯營的走勢 升穿189 升穿196 上面呢 是應該可以挑戰 3個了 我是比較有信心這個的 是這樣響發自己 當然 這是需要 是要先升破 否則 都會 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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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裏之後 我們看看 有什麼可以留意一下 今天可以留意一個 中國通訊服務 就要按摩 是 ajuda